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住家财经》 特备直播 今天这个题目 中国又赢? 不是吧 中国好像已经连环赢了很多口 不会输 不会输 但是看到你说Tesla Elon Musk唱谈 特意唱谈 是否唱谈也没了中国呢? 似乎是的 当然中国赢就一定了 我们先看一看整个局面 究竟发生什么事或者怎么样 大家要看到 今次要看一看一个报道或者新闻 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说道指又跌了800点 其实去到最后埋单 我没有记错就是不止800点 当日讲这个5月18日的香港时间 其实你在留意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呢?就是说Poor target和Wallmark的result 其实彭京我也不怕跟大家讲 我有憧憬过或者有留意过这个consumer defensive 就是所谓的防守性的股份 会不会好一些 会不会做好一些 当然看到股价不对路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率先去撤离了 撤退了 也有跟大家提一提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 究竟为什么呢?明明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会去找一些便宜的东西去买 这些所谓的批发商啊 零售公司会不会有它的优势在那里呢? 看完这个target 所谓的target 就是大型连锁的超级市场的业绩之后 你就会发觉或者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先看看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呢你会看到这个 其实这个在说的 零售商的巨大痛苦 这个其实全部都是说它的股价来的 这个就是说Wallmark BJ Costco 和target 所以其实Costco的确确都真的倒了下去 也都没得说的 你看到淺绿色那条也跌得比较多 超过20% 所以就没得不走 好啦 那不走的时候呢 没得不走的时候呢 也都会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那为什么今次的标题这样讲呢 其实为什么中国又赢呢 其实美国的通胀呢 似乎就很难去收货 同一时间呢 就算你说3月份8.5 4月份8.3 5月的时候会不会再进一步 落到8%以下都好了 所以大家认为通胀 行了 由高位回落 见顶回落 都好了 其实就是已经实实在在地 影响了企业的盈利 和个人消费的模式 那等一下会继续讲下去的 那我们看看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呢 这个就是说那个target 就是那个业绩 或者叫那个长期目标利润 其实呢 这次呢 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target 为什么会这么大坏 就是告诉大家 第一 它就是miss了那个盈利预测 而过去呢 给大家一些数据 就是target 这间的公司呢 其实它在以往呢 很少是去miss 就是那个叫做 偏离市场的预测的 它过去五年呢 只有三次呢 是不能够达到市场的预期的 而中间的偏差值呢 大概是3.5%左右 就是告诉大家就算我miss了你的target也好 就是miss了你那个的盈利预测度 3个percent 3.5个percent 4个percent之内 好了 但今次呢 那个的偏差值呢 是去到整31个percent 这个呢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疫症下面呢 是有所影响 那影响些什么呢 再下一幅图呢 可能呢 可以讲返久一点点了 这幅图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说target 那个的业绩啦 或者那个的 就是你会放大的放大啦 那Patreon那个 对啦 你会看到呢 它上面的total revenue 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那它这些呢 看看吧 它应该是说million 是的 million 那是说的是百万元的 那它呢 你会看到total revenue 是251亿 OK 那比起2021年呢 5月1号公布的那个数 241亿呢 是增长4个percent 那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会看到total revenue 就是那个收入是有增加 那与此同时呢 亦都可以给个数大家呢 就是说 哦它同店销售呢 就是大家经常都讲的 同店销售呢 就是美国的零售业 最喜欢讲的同店销售呢 其实是有增长的 增长成3.3% 亦都比起市场预期呢 那个的调查呢 0.24%呢 是还要远远地增加 就是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 那这个就告诉大家 很简单 一个道理 或者一个message 就是说 这些的美国的零售超级市场 或者是这些的百货公司target 就是说它是做多了生意的 OK 很简单的这个message 但是做多了生意的同时 是不是赚多了钱呢 然后你会看到呢 下面的黄色框框的那个数呢 就是最重要的数 就是说呢 好了 你看到那个net earning呢 就是说 哦 是10.0900万 但是呢 比起之前的20.09700万呢 其实是足足少了51.9%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赚多了钱 就是做多了生意 做多了生意 做多了4%的生意 但是呢 它赚少钱呢 赚少了 或者叫倒退了51.9% 这个的数呢 其实就告诉大家 就是哦 中间有些成本 不知道去了哪 就是等于我买苹果 就是 喂 买多了苹果 但是我袋落袋的钱少了哦 那究竟谁去分了我的钱呢 跟着它有说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那个的成本去了哪里呢 去了货运 和库存 就是告诉大家 零售销售 它那个 就是今次的通胀 又或者今次 还没讲通胀 就是说 今次呢 影响零售公司 或者除了这个target之外 Walmart Costco 都有机会会受到影响 或者已经受到影响的呢 就是说 它那个 就是 库存 和物流的成本 是高到离泡 高到你 其实负担不了 好了 那这个呢 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 哦 看回数呢 就说 哦 由20.978万 一跌跌到10.098万 那中间呢 这个 它看到Cost of Sales 你会看到 上面 Total Revenue的时候 251.7万 比起2021年同期 241.978万 增加了4% 但是 它那个Cost of Sales 所谓的 就是那个销售成本 其实呢 由这个 167.168万 增加到184.6100万 那中间的幅度呢 增加10.4% 就是告诉大家 喂 我做多了4%的生意 但是我那个成本呢 多了10% 那这件事呢 亦都是直接 啊 它令到那个 整间公司 那个operating 就是operating income 其实是出现了这个 就是本身 二百 即是二十三亿七千四百万 你会看到 刚刚我的样子 遮住了少少 就是二十三亿七千四百万 呢 落到十三亿四千六百万 就是那个operating income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cost of sales 增加得太厉害 那你刚才说了 这些这样的美国零售公司 你如果只是看那盘数 很简单一样东西 就是说 哦 我曾经也都说过了 就是我曾经真的没得蜡的 有买过 我自己都指舌离场 就是说那些costco 我曾经想到一样东西 为什么会买呢 其中一个理据 或者一个憧憬 就是它 就是这些零售商 是可以将成本转价 给这个的下游 或者转价给消费者 但是原来是转价不了 那为什么转价不了呢 很简单一样东西 就是你看到它那个销售增加四百分之 但是成本呢 增加十个百分之 你有没有能力去加价 加超过十个百分之 而去抵消回那个成本的上升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大家开一间茶餐厅做生意 如果来货价 是说的不是贵了几个百分之 而是贵了二十个百分之 好了 贵了二十个百分之 那你有没有能力 是将这二十个百分之 完完全全地去转价给消费者 如果你说给大家听 哦 五十块吃这个 就是吃个早餐 那它一加加二十个百分之 加到六十块 或者甚至乎一加加三十个百分之 那还有没有人去吃你这个餐呢 那它会想过的 所以现在target 出到来 它为什么股价会暴跌超过两成 两成多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第一 它很少是miss 很少是偏离市场预期的 那现在偏离的同事呢 是大幅偏离的 第二呢 就是说它也都说明了 它很难是将那个货运 和这个库存的成本 转价给消费者 那它选择什么呢 选择它自己硬吃 硬吃完之后呢 是保持那个市场佔有率 那这个呢 告诉大家 如果它是第一间公司 走出来硬吃 而是去决定去保持那个市场佔有率的话 其他公司是很被动的 它会立刻呢 target不加 那你怎样呢 因为呢 在外国 可能待会找Sam出来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在这个的外国 它是不是都要开车的了 它们很容易 是会比较过不同的超级市场 因为其实它大部分的产品 其实是差无几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差无X几 所以就说 这边呢 便宜了很多的时候 它会立刻走过去旁边那里买 因为它有了钱那里 已经在那里了 那它会为了省 为了省一个几毫 那因为山大省 有钱 买了十件 就不是一个几毫 是十个几毫的了 十个几毫的了 所以它就会 将这个货给三家之后才买 如果target 就是告诉大家 出来它不减价 它将那些货运 和库存的成本 硬吃的时候呢 是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而令到整版的consumer defensive的股份 很难做到defensive的目标 但是我们整个目标 或者看什么呢 就是说 喂 美国在高通胀的情况下 如何蠶食一些企业的盈利 现在这个target 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 其实呢 我经常跟观众朋友说 或者VIP说 不要憧憬这个 就是美国 它那个的经济会很好 或者美股会再创新高 只是target 这个很简单 见微知著 由bottom up的例子 已经告诉大家 它不敢转嫁消费者 转嫁成本给消费者 不能 也都不 不为 也都不能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一转嫁了之后 它会走 就是market share会跌 那它唯有选择硬食 那这种 硬食的文化 会不会放在美国的其他企业上呢 有多少公司 虽然是consumer defensive 或者所说的 defensive的公司 有多少 是真真正正可以将成本 是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这个是一个迷来的 现在target 就告诉你听 不行了很难 好了 这个第一点就是说 美国企业的盈利 会下跌的 所以 现在美股 或者罗素2000 那边在做那个PE有机会是会再 因为它是Historical 如果你Forecast或者PEG的话 你是会需要再做一个Revaluation 或者你要再重组重整这个目标 这个是会导致美股跌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些零售公司 包括Walmart也好Target也好 他出来说一样东西 特别是Walmart我特别上心 他说什么呢 就是消费者那个消费模式是转变了 这一样东西 待会捉肥心出来的时候 又再跟他谈 他为什么会捉他出来呢 就是说Walmart的CEO 或者叫高层 他说什么 就是说看到一样东西 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开始改变了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现在看直播 又或者晚点看重温的观众朋友 你们的消费模式有没有改变 因为我们的观众层很多 其实在英国 在美国 在加拿大 澳洲看的 不只是香港 他们问你们有没有改变消费模式 那Walmart的CEO说什么呢 他就说他买那个牛奶的人 本来买两家卵 一次过买两家卵 现在买一家卵 有些就买半家卵 就是他改变了那个消费模式 第一 第二就是他买一些肉的时候 本身是买一些相对上的价格比较高的 但是也是因为通胀或者加价的关系 它减少了买肉的份量 那这件事呢 就是说 为什么target是转嫁不到给消费者 你就转嫁 一转嫁我就买少一点 现在是因为他们是消费不到 消费不起 那这两个的 第一企业盈利是受压 或者企业毛利是受压的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个人消费开支那个转变呢 也都会令到更加多企业的盈利出现受损 比如举个例子 当你的消费模式改变了的时候 很简单一样东西 大家观众朋友可以立刻留言 立体重播的也可以立刻留言 苹果iPhone14 在9月14号告诉大家 开卖 那好了 他那个因为运费的成本 因为那个 就是 库存的成本 或者原材料的成本 晶片的成本 他无可奈何 iPhone14 他会用天价 甚至乎会加价去买 好了 那加价 那究竟是不是还有这么多人买得起呢 是有一班人是一定会买的 买得起的 但是 会不会少了呢 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追回之前 苹果在库存 或者是原材料成本增加的时候 他够不够胆 就是将所有成本 转价 给消费者 还是他自己都要硬着一部分 反而令到苹果那个盈利受损呢 而令到苹果站不到在现在的PE上 这个大家要问自己的 OK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幅图 那我们讲这个target 用bottom up去讲完 那这个图是什么东东 这个图告诉大家 是美国那个通胀数字 那当然了 我玩东西了 1920年开始看 那你看到现在呢 其实 无论你放株 就是用什么角度去看 你都会见到呢 的而且是41年来的高位 它1981年12月 41年来的高位 去到8.5% 8.3% 就算它回落都好 你会见到它横行了 以往就是在升到8.5%之前呢 美国的通胀呢 是平均数十年平均数是1.4% 你会见到呢 之前2000年到2020年 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 是没什么怎么动的 那当然呢 当时美国通胀为什么这么低 都是受惠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卖大量的 就是相对上 价廉物美产品美国 而美国就出现财赤 中国出现盈余 但是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通胀是没有升到的 但是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了 就是在 demand driven 或者加上supply driven的情况下 它使得通胀夹了上去 那这种这样夹了上去呢 第一 是不是这么容易回呢 我们很坦白说 我们看回以往 很少 可以急升急跌的 但是很少会回多了的 第一 它回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第二就是它这个 是一个历史时刻来的 就是40年来的高位 好了 那就是说 第二呢 我们看下一幅图呢 也都可以再多看一点点 这幅图是什么呢 你都会看到呢 就是那个油价 或者能源的成本 其中呢 你不能够忽视的呢 就是它油价的成本呢 的而且是高了 当然啦 就是最高的那两支棍 是说的 1969年 或者叫70年代 美国滞涨的时候 但是现在呢 其实是再升穿 甚至乎去到2000年 03年那些的高位 那这种这样的情况呢 又是跟大家讲 为什么整条短片 用这个target的业绩 去跟大家去做分享呢 就是说 美国的高通胀 是已经影响了当地人的消费模式 而这种的高通胀 或者高负存 或者高油价 高食品能源价格的通胀呢 同一时间也都蠶食着 美国企业的盈利 所以呢 有些人会说的 就是说 无论去到最后 美股都有机会会胜费 但是不是现在 因为现在呢 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 revaluation的时候呢 你会计算 究竟C4出来公布业绩 原来又差过市场预期的 很多企业出来公布业绩 之后呢 都差过预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硬食 在经济环境未是好好的时候 他不敢转嫁给消费者 同时 他转嫁不了的 我升三成 我怎么转嫁呢 一定要自己硬食的 那这种呢 就告诉大家 一定是会受影响 好了 那当然了 来到这里呢 我们呢 要找了阿肥三出来谈谈谈 因为呢 人在这个的加拿大 住家男人 究竟他 有受到多少的影响 因为其实我们听这个 Walmart的CEO说 没有用的 我们听这个 Elon Musk说的 没有用的 我们呢 我也要问了 也要说了 在问阿肥三之前 我们要多说一句 看了Elon Musk 他最后的图图 还有一个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说 哦 这个呢 你知道了 他最近很多东西说 当然他多东西说到 大家都开始怀疑 他究竟是代表民主党 还是代表共和党 因为开始呢 那些人呢 是不喜欢他了 那特别是 当然了 他把Ember Hurd那件事 那件事呢 就是烧了他 入了他 他会不会在床上 拖屎呢 那么就入了他 好了 现在就告诉大家 他说了 美国可能陷入 长达18个月的经济衰退 那么他甚至乎说了 亦都唱衰美国的时候呢 唱好我们伟大的祖国 就是中国经济 会超过美国 中国的微信 是最好的 没有垃圾讯息 所有东西都唱好中国 那么这个唱好中国 和他在上海有彩 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就说已经 这个是无可避免 那当然呢 除了Elon Musk之外 还有富国银行等等 美国的很多间 大型的机构已经说了 无可避免的了 陷入滞胀已经无可避免 那这种呢 就是说 如果 美国陷入滞胀是无可避免的 或者好像Elon Musk说的 就是这个美国陷入长达 18个月的经济衰退 我很简单问大家 观众朋友一句 就说 现在美国那个的 企业盈利 或者现在美国的股价 反映了没有 反映了那个滞胀 反映了那个经济衰退 那当然呢 我曾经在这个 其他频道 或者我自己Facebook上面 说了一句说话 就是市场沉溺于 美国联储局 因为担心经济衰退 而不敢大手加息的短暂欢愈 那究竟这种短暂欢愈 是去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有几样的 之前有些VIP 是可以看到一些通胀预测的短片 那里会有教大家 包括用TIP over TLT 包括用十年期债 或者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调查 等等等等 去看回 因为呢 如果那个通胀是一直不回的话 其实很难去 就是联储局很难去手松一点的 唯一一个短期 为什么你会看到美股死完之后 又好像死不去呢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十年期债 下回来 但是美国十年期债 如果很快三爬两刀 上回到2.9厘 或者3厘以上 就是预视整体的通胀 是根本上是无可避免继续高企 而美国呢 就算它加0.5厘息也好 它全部都要加 剩下来的那五次 全部都要加 都要加2.5厘 它没有说错的 它没有加0.75厘 但是剩下来的那五次意识 全部都加0.5厘的话 加上这次加了0.75厘 前前后后 今年可能在说整个美国 加成3.25厘 那全球能不能支持 那大家自己会衡量这一件事了 好了 话说回来 所以就说中国又赢了 就是中国哪有通胀问题 中国自己所有东西都可防可控 也都看着做配级 就是你要多少白菜 给多少白菜 你没有通胀问题 所以如果中国继续封城 而美国继续出现这些问题的话 中国又赢了 美国也会受到那个通胀 个人又影响 企业无理又影响了 去到这里又找回阿皮Sam 刚才就说 就说 究竟 居住在北美洲的Sam 有没有受到影响 包括买奶 他说 Wallmark的CEO买奶 两卡轮变一卡轮 一卡轮变半卡轮 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影响 奶好像没有升得这么夸张 我记错了 奶就在加拿大没有升得这么夸张 但是其实你整体很多 其他不同的生活食品上面的物件 是升得很厉害的 最明显也是说体感 最好就是 是 我现在在多伦多 我吃茶餐厅 同一间茶餐厅 我每半年都去吃一次 不是一间 只是几间 是 往时是吃到饱 甚至是可以分两餐吃 我今次是一餐不饱的 多少钱呢? 吃过可能鸡饭12元左右 往时是 多伦多一向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其实就是 在多伦多的角度来说 已经贵了 或者它不加价 但是它减了 它维持过价钱 但是减了 真的很明显是减了三分之一 或者pizza由12寸变8寸的那些粉 是的 你真的说到串数 那些就没办法了 那些是局加你价 但是海南鸡饭 没有说有多少两鸡 那它静静地偷你 尤其是白饭 以前去超市买米 永远都有一两只米做特价 现在是 所有米都不做特价 根本就是 全部都是正价發售 然後再静静地加价 但是 但是关于这个 但关于这个体感通胀 或者这个 我不记得 有个学名的 就是它将供应给消费者的份额 减少了 是有个学名的 那么当然 观众朋友如果知道的 可以看看我们 那么 最明显 四周指财 就是猜不到的 大家猜不到 四周指财里面 就是独立包装 它里面 由以往8片 接着6片 现在只剩4片 4片 是很少 你这样一咧 蹬影 蹬影子财 是的 放到一条舌头 就直接溶了 也没用咬 好像大白兔堂 那样的唐章子 我跟我老婆说 咦 好像周星馳 赌姓 今天我生日 三宿 那片肉 午餐肉 厚到呢 这种 就告诉大家 那种体感通胀 其实是很夸张 但是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 你买东西 有没有买到很少 有啊 譬如你以前买蛋 那样 那你特价 买多几盒 放在冰箱 你现在又没有特价 又越来越贵 我都说 我五年前来 我买一盒最便宜的蛋 两个多块钱 两个半都可以买到 啊 多少只 十二只一搭 OK 因为我现在有些三十只 或者四十只 是 但是没用 你除了每只 其实也不是便宜 总之你两个半的那种 纸盒 即是纸皮盒 那种包装 中型蛋 你没什么蛋 最便宜的 那两个半 不是 你七元的那种 是自然的那种 有些走地 是的 free range 那种 那两个半的那种 都买到三个半 那你都加了一块 一块 转头转头就加 三个半 我坦白说 我来到 一直都找不到三个半 一直都开始贵 那当然我没有刻意去找些便宜鸡蛋 但是我就这样看的时候 喂 四五元 四五元一盒很紧的了 四五元一盒很紧的了 就是偶尔 有些 shopper 突然做特价九毫子一盒 我都见过的 但是很少见的 就是那些蛋 不知道是不是就来过期了 快要买了 那种原因而已 不要管了 都真的买的了 然后你去 你刚才说Walmart 去到Costco 都很恐怖 牛扒是越来越贵的 牛肉 是 二十多元 因为我本身 为什么我跟观众朋友说 或者跟VIP 说过 为什么我会买Costco 就是用个人亲身经历 去到风瓣 其实很夸张些人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今次这个target的业绩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它人流多 是真的多的 你想想 举个例子 你看到target的数据 是真的增加4% 它是做多了生意的 但是做多生意 它都盖不了 那个库存 和物流的成本 因为太过分了 而且大家知道 Costco 本身它已经说明了 它是所有产品 或者基本上 它从来都没有试过 是可以做到 两位数字的毛利率的 因为它用博利多消的 但是当你一下 一个风瓣盖过来 告诉你 那季货要加三成的话 它会站在那裡 所以我自己 当然我不知道target的业绩之前 我看到股价 用市场的定位 去跟我说 先沽了它 我自己就走了 那就是要告诉大家 那当然VIP朋友 要保持着问 我也有跟他回答的 就是总之 我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买都会有说 那这件事就是说 就是它没有办法 它是很多人做多了生意 但是原来target这条数 就告诉大家 家长多生意 不等于赚钱 那一刻大会 当然 而且你用人流来计算 喂 你依然是要买菜 因为你就是买生活所需的东西 但是你的问题 可能消费金额小了 因为你 你譬如 你很简单 我又用回入油来说 那五年前 就50元入一缸 RAFO有 现在就100元 总之破100元的了 现在温哥华油价 入到多少钱呢 2.31元 就是了 我没有多久来的时候 1.75元 你就是指标 我来太久了 你就是1月才是中山的 你现在才是5月 你才是5个月左右 你就由1.75元 入到2.75元 你自己算 很明显 而且我每次 其实我就有个 pattern 我入油 我就不背 我就 只是入100元 因为这个 pattern 就是之前流下来 因为他 不知道如何 入多个100元 又要给拼 要给这样 那样 所以我就 每次都要100元 你都说 早两三年 你入100元 流出来 整地都是油 你的光装不光 现在100元 44元 多少 本身是55L的 现在40多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唯有自我安慰 我没有给多道钱 我只是给100元 我唯有自我安慰 所以 你会看到 现在身边的人 就是吃就吃少了 车又开少了 就算你是 你也是可能恒常 你去超级市场 你那个密度 没有减的 但是你会吃少了 你也比较贵的 例如我刚刚在Costco 看到 那些阿拉斯加皇帝蟹腳 很大 那些 他卖123元 夹子一公斤 一个kg 一大盒 要500元 基本上 放在那裡 就是来拿的人不多 500元夹子 是的 但是他真的很大盒 他有4.4公斤 不是公斤 不是屎根 但问题就是 你去到这些 有就吃 有钱就吃 没有钱就不要吃 阿拉斯加大蟹腳 你就吃蟹柳算 你会这样 你可能变成 同一个人流 再多4%也好 但是你一些 已经不是非必要的食品 其实那个 选购的情况是低了的 正如你说这些 我赚你毛利率很少 你拉上去保 所以他 是有生意做 他继续有生意做 但是你赚不赚得回呢 很难 不过 说到这里 当然 那些观众朋友 其中一件事我提醒大家 就是 开始有裁员潮 为什么叫做 开始有裁员潮 你会看到一件事 其实如果观众有去过Costco 或者不是在香港的观众 在加拿大 或者外国的观众 去Costco 你会知道 那麽多人 帮忙的是很多人 一个counter 三个人左右 两三个人 但是有没有机会裁员呢 有 其中一件事我告诉大家 Netflix 就是这个 串流平台 串流平台 是的 它的名字是内非 Netflix Netflix 其实已经炒了150人 这个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 你不要相信 鲍威尔所说 这些什么 失业率 处于很低位 没有70年代的 通胀高失业率 那些问题 对不起 如果你说的 这个 失业率高 可以是很快 可以是很闪崩 就是突然间 几间一起告诉你 裁员 其实你会站在那里 接着这种 就会立即发生 所以我经常都说 就是滞涨滞涨 不一定会发生 但是你要用一个底线 我们经常都用中国的说法 底线是什么呢 worst case scenario 就是用英文去译 就是想到最差 就是说如果有滞涨的话 那究竟你的投资是怎样呢 普夫尼尔是怎样呢 我自己都是 很多防守性的东西 但是防守性 我发觉过去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 防守性的东西 都不是很防守的 那我就知道 整个经济 是在美国的 不是开玩笑的 我都已经 妖言或中了大半年了 大家都已经一路跌 我又一路警告大家 都不是新鲜的东西 当然大家听不听 是另一件事情 是啊 都不是只是美国的了 因为我们这次来到多伦多 多伦多都可以说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城市 对不对 就是百分之四十的大公司的总部都会在多伦多 我们也都感觉到那阵财源潮 也都应该无可避免会陆续来的 又或者 譬如 我们的人行 有一些餐饮业 你看到 收拾了的越来越多 以前收拾了你就转头开个家 现在收拾了就收拾了 我们最差的人那几台 其他那些呢 整晚小猫三四只 只有两三台 你灯油火纳人工等等 还有我们留意到 这边我们有很多street mall 即是十字街角 有那些街头的商场 我们听到多伦多这边的人说 他们已经去不就street mall的营业时间 自己更改 譬如它缩短了它 即是长一点还是短一点 长短都有 缩短的那些就是请不到人 因为根本就是自己都没有能力再请人 只剩自己做了 就做短一点 要不你又请住人做的那些 那就麻烦加长一点 两样都有 即是你看到大家的改变营业时间 都是在为求生存的 这个其实跟中山这边一样 譬如大家如果知道 有些是保罗美食 什么礼刀 三点钟闪门 五点钟闪门 其中一个原因是请不到人 是啊 太贵你计不了数 请不到他 大哥他已经很贵了 OK 正如刚才说的 譬如我不想把物价转价给消费者 因为经济也开始不好 已经少了人出来吃 我再加价就会赶走一些客 他吃财又不停加 他不停通胀 他就唯有减人手 减了人手 你不够人做 唯有缩短一点 那就直接把营运成本降低 希望捱得过这一段 所以这一阵呢 我也很认同阿周说的 开始浮现了 最麻烦呢 最麻烦是看不到那个 看不到它是一个短暂 因为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那些人 经常错判了海啸和海浪的分别呢 为什么要什么叫 金融海啸这么夸张呢 其实当初是有个原因 海啸和海浪的分别 就是海啸是一阵一阵一阵 它是不会停 它的能力是一直来的 那你想过了这个 大家知道 冲下去玩 跳起 避过了浪之后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如果是海啸 跳起之后呢 继续来 继续来 一直推你上岸 那种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个通胀 究竟是海啸还是海浪呢 是不是短暂式呢 我从糧食的价格看呢 看不到它暂时是会有舒缓 尤其是印度又说 小麦停出口 俄罗斯乌克兰 占三成的小麦供应 又说打仗 又受到影响等等 中国其实现在都说失修又有影响 所以有任何极端的天气一来 又是站在那裡 所以大家想想 真的要想想 这半个年 也不是有时 只是说美国 譬如我们说 乌克兰俄乌之战 那你乌克兰是欧洲大粮仓 那你现在打仗 打到这样 你的生产 你的输出也都开始越来越少 但是人口没有少到的 大哥 还是七十几亿的 那你都要吃的 我经常都在想 你一个人一张嘴 你一天就要有七十五亿人要吃饭 那你大家吃少一点 OK 那你吃少得多久 你可不可以好像 Elon Musk 那样 长达十八个月的经济水平 你可不可以十八个月都没有营养 很难的 所以大家想想 想想 想也没用 我经常都说 唯有听着这个住家财经 第一 我们早上跟大家说的通胀问题 滞胀问题 也有些建议 如何避免 如何去买 当然 肥三头顶也有个patreon在 没错 今天星期日我们的直播 我们会紧接做VIP的答问 加入我们的patreon 除了有即时的问答 就问一下全球的局势 投资方向 尤其是我也明白 现在这个环境 每个人都喊喊喊喊前程 买什么跌什么 买得风险越高 就跌得你越硬 有些以为很稳定的 都一样不稳定 究竟这个投资应该怎么摆 又或者 从整体的环球局势 再去估计一下 未来短期一点的 经济走向是怎样 我们都会在答问大会里面 大家可以问 我们就会尽量回答 那我们星期日的直播 题目未定的 但是结束之后 就会紧接的 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patreon 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多谢阿周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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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